大家看一下这个三头肌的外侧头 我的黑嘞 拉钢丝了 这个比为只有36 你敢想吗 大家都知道三头肌体积决定手臂的大小 而外侧头决定你手臂的视觉维度 那今天针对三头肌外侧头最好的三个动作 必须安排 第一个动作是这个杠铃的窄居推举 可以给三头带来强大的机械张力 虽然说不需要把胸挺得很高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肩膀下沉 肩关节稳定了之后就会比较安全 手关节主动向两侧弯曲 杠铃下方的位置仍然是下胸比较稳妥 关于握具要看各位客观的手腕灵活度 一般是略窄于肩 你能握窄那就握窄 第二个动作俯身哑铃必须伸 大臂贴紧身体明白吗 平行于地面 除了小臂再做一个小于等于90度的摆动 其他地方都不要动 正常我会标准姿势保底做12个 然后再加点摆动让自己多做几个 你不要给我从第一个就开始摆 第三个动作是绳索必须伸 大臂贴紧身体两侧垂直于地面 下压过程中让手臂去做一个外旋 让手肘和拳眼朝外 每一下都要有力量把手肘打直 我小伙伴贪图重量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关于这个动作更多的细节 前两天刚讲过就不讲了 那你看这位爱好唱跳RAP篮球的同学 果然没让我失望 他把这个动作该有的错误展现得淋漓尽致 手腕没伸直 手腕没伸直大臂还在乱动 看在他练习身上只有两年半的份上 原谅他吧 天天在我眼皮底下居然还做成这样 让我不得不好奇此刻拿手机的你又做的什么样呢 其实好动作远远不止这三个 奈何时间有限呢 咱俩的缘分也只有这一分半呢 所以你不妨给我一波素质三连 下个视频我们再续前缘 我不允许你还不会练三头 大声回答我你学会了吗